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發展事務委員會 舉行聯席會議,討論迷你倉大火 有議員質疑是否有必要派消防員入火場救火 消防署署長黎文軒解釋 當日以進攻方式救火 是擔心流雨可能會燒到倒塌 鳳文傑報導 焚燒了超過100小時的牛頭角迷你倉大火 奪去兩名消防員的生命 有議員質疑是否必要派消防員入火場 為何會進攻營呢 進攻營的意思就是 進去裡面沒有人要救 但你要進去 所謂不只是在外面去救火 而是你要進去 既然第一個消防員 即是張耀星高級隊長犧牲了之後 為何還會繼續派人入火場 導致第二個消防隊目 許Sir也犧牲了 任由這個大廈一直燃燒 可能不只蔓延到四樓五樓六樓七樓 裡面還有其他不同的物件 如果繼續燃燒 可能令到樓宇的結構出現問題 可能是倒塌 倒塌的時間在現在 牛頭角這個工廠大廈的周邊 很多民居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破壞性令到很多居民 其他的物業都會受到很嚴重的破壞 工黨的張超雄和民主黨的陶謹生 提出臨時動議 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 例如在外國 他在這樣的處境下 他未必會這樣救 當然 有可能一些判斷不動 無論是南亞海難 無論是沿水事件 每件事出來都是說對的 沒有問題的 但結果是很多問題 我們是有不同的部門 是獨立於消防署 而在我們的死因裁判研究庭的條例裡面 說得很清楚 警方是有職責去調查的 動議因為法定人數不足 未能處理 委員會聯席會議主席葉國謙說 會向政府轉達訴求 NOW TV記者馮文杰報道